一般的动态血糖仪在头24小时有不太准确的情况 这个都是正常的 但是这款动态血糖仪给我的感觉准确度还不错 大家好,我是千万大叔 今天我已经来到了北京 在我出发之前,正好收到了三诺接来的一个新型产品 他们的动态血糖仪 今天我就给大家试戴一下 我之前也说过,现在真的还没有一款质量特别稳定的动态血糖仪 希望有更多的厂家来推出新的产品 让我们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优胜、劣汰 毕竟质量稳定的动态血糖仪真的是我们所必须的 这款三诺的新产品的话 它这个包装也是大小差不多 都是这样一个盒子 我给大家拆箱看一看 它这里专门设计的这种拆封的条 它这都是压过的有纹路的 所以它这个应该还是挺好拆的 快速操作指南 然后这里边的话 它这个就是一个传感器的套件在这里边 这个跟我之前用过的顺感和规机 有一点不一样 那个是需要组装的 这个的话它是一个套件 我看看它这个应该怎么用 它的快速操作指南上面说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整个都画得像流程图一样 所以的话还是比较方便 先要下载一个手机应用 然后的话按照它的步骤 然后一步步的把它做好就可以了 这个它是不同的地方 它是装在肚皮上的 那今天不好意思 我还得牺牲一下我的肚皮 它这个是要下载一个叫做爱看健康的APP 应该是 输入手机号做一个注册 再输入一下糖尿病类型 再输入一下确诊日期 它这个输入的好像信息比较多一点 其他动态血糖仪没有这个要求 它这个可能有它的独到之处吧 它这个位置的挑选还是挺重要的 要在肚气以上 勒骨以下 要避开皮带 枯腰 毛发旺盛 疤痕破损 红肿 纹身和易过敏的 很容易导致传感器脱落的位置 撕开包装 注意上面 这个二维码要保留 要不然的话呢 你等会扫码就扫不着了 然后要标记对齐 它这个下面还是分开装的 这上面有个针 看见没有 这是发射器 小心不要搞坏了 这个呢 是一使劲就可以掰开的 然后呢 它这个要对齐 那个应该是这个位置 对 它就这个地方对上 然后旋转 就是这两边往下一压 那掐的一事 按不动了就行了 然后沿着这个箭头的方向 把它转动 转不动为止 就解锁了 然后再提起传感器套件 这样就应该是准备好发射了 我的可能操作有点复杂 它有教学视频的 大家可以按照它的教学视频 你下载那个应用 然后按照它的那个一步步往下走的时候 它有教学视频的 可以看看那个 现在我要佩戴了 但是呢 应该用医用酒精 把佩戴不会消毒的 但是奇怪的是 它这个包装里面呢 并没有医用酒精 我使用这个顺感和规计的时候 人家都是自带一个酒精棉的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我还得找一找看 能不能找来这个医用酒精 按照它这个要求呢 要在肚脐炎以上 然后呢 类伍以下 然后要找一个 就是没有疤痕 什么没有 会影响到它毒素的地方 那我就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大概在这个位置吧 消消毒 然后呢 就可以打在这个位置 而且离它的这个 肚脐炎这个位置 要距离超过五公分啊 所以在这个位置大概 要放一会儿 慢慢拿下来 好 这就装好了啊 我觉得装在肚子上 有它的好处啊 因为装胳膊上 有时候睡觉啊 都会碰到啊 装在肚子上 感觉会好一点啊 然后一般如果是仰着睡 或者这边侧着睡 这边侧着睡 可能也还行 不会有干扰到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记录啊 这个饮食啊 运动啊 是不是有用药啊 打胰岛素啊 这些事情 有相应的事件 和相应的血糖毒素啊 也是有助于我们来调整 自己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饮食运动 这些啊 来调整血糖 然后是可以设置啊 让它在后台运行 可以持续的 这个记录血糖的情况 它这个的话 还是要设备粗食化 而且要两个小时啊 两个小时之后才能有毒素 行那我们就等一下 回头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读书 是不是能够读到 然后它呢 这个显然是有一些 额外的服务啊 它这个可以有一个 控堂服务团队 可以问医生看报告 分析血糖 收后 这个咨询 看是不是会收费的啊 控堂服务介绍啊 然后下面有一些 推荐文章什么的啊 这个还是有意思的啊 可以让你学一学 动态血糖 一个一些相关的知识啊 解读数据啊 什么什么 有各种各样的常见问答 可能啊 那这个还是有点意思的啊 这个是其他的 好像没有了 经过粗食化之后 它这个血糖仪 是可以正常读数的 一般的动态血糖仪 在头24小时啊 有不太准确的情况 这个都是正常的 但是这款动态血糖仪 给我的感觉 准确度还不错 它这里可以添加记录啊 你的这个止血啊 饮食啊 运动啊 用药什么这些 对血糖的影响啊 记录这些事件 然后看随后的血糖变化 但是我可能是 之前用惯了规机 我觉得它这个饮食的添加呢 要求的数据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不是很习惯 早上添加这个东西 都挺麻烦的 这个我觉得是 用户体验 可能呢 要提高一下 改进一下 做到更加的友好 不要试图 让用户输入所有的数据 这样是非常麻烦的 而且也不太现实 因为你走到哪里 吃到哪里 你怎么知道这个食物 到底是有多少热量呢 我总结一下 我觉得三诺的这款血糖仪 它的佩戴位置还是非常方便的 佩戴的腹部啊 真的是比在胳膊上 要方便很多 否则的话 我要连续14天 我这边的话呢 我都不敢靠着这边睡觉 准确度 目前初步来看 也还是不错的 据说是采用了最新的技术 之后这个方面 我会持续的跟踪 请大家留意 具体的功能呢 有改进的地方 比如说记录你每餐 吃了什么东西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输入的内容 有点繁琐 好了 这就是我的时代报告 希望对大家有所参考的作用 跟着青蛙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空堂